好哭不止的小小红跪起身来不停道歉 绝望的店长则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觉得如此离谱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自己一定是被动加入了某个整人节目 于是大喊这是恶作剧 你们都在看吧 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终止节目的恶搞行为 但话还没说完便在小小红面前伸手一触 见同事们接连惨死 小小红哭得更厉害了 他拾起掉在地上的生菜 肉 西红柿和面包 重新组成汉堡后 迅速拍在电锯恶魔面前的桌子上 电锯恶魔也完全不挑食 抓起汉堡津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完汉堡后 电锯恶魔又想起电子说过想和女孩子约会 而此时他的身边正好有一个惹人恋爱的女孩子 就这样 电锯恶魔用肠子围巾抱起小小红 离开汉堡店 二人首先来到了一辆冰淇淋车附近 在冰淇淋车尸体前一同享用美味 但人生中第三次吃到冰淇淋的小小红 却感觉一点味道都没有 吃完冰淇淋后 电锯恶魔又带小小红来到了游戏中心的跳舞机前 与二人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位街道报警的恶魔猎人 他自信满满地告诉小小红自己会解决掉恶魔 随后倒在了血泊中 恶魔恋人倒下后 电锯恶魔不太温柔地将小小红甩到了跳舞机面前 并嗡嗡地嘟囔了起来 似乎能听懂电锯语的小小红 询问他是不是想让自己跳舞 得到肯定回答后 又告诉电锯恶魔 跳舞机只有投币才能用 于是电锯恶魔立刻将对比机切成两段 硬币哗啦啦地撒了一地 让小小红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从来都没玩过 没玩过 小小红边哭边走上跳舞机 从没玩过跳舞机的他 在天赋和求生欲双重加持下 全情投入完美才点 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没了观众 而从小小红身边离开的电锯恶魔 此时正坐在楼顶喝可乐 直到马其马出现才终于站起身来 看来他已经发现了 大家都出来吧 在马其马的召唤下 七名身着公安制服的人纷纷现身 将电锯恶魔团团包围 其中还有三个熟悉面孔 那就是病角男 雷赛和光西 他们和其他四人 共同组成了公安对魔特别行动舞科 并都对马其马唯命是从 东茂男子说自己是初次上阵 要在马其马面前露一手 眼镜男则提出要和东茂男比一比 谁先干掉电锯恶魔 谁就能和马其马约会 结果被不好好穿西服的女子 嘲讽赢了也没用 马其马不会答应他的约会邀请 听到三人对话后 长发男子笑着感慨 大家都好喜欢马其马 病角男也立刻接话说 这是当然 毕竟马其马救了大家那么多次 雷赛更是直接向马其马 提出约会邀请 芝燕和臭男人约会 肯定没什么意思 而距离马其马最近的光西 此时已经动起手来 还边摸边说其他人下流 马其马要由他来守护 好啊 谁能打败电锯人 我就和谁约会